接下来来看一下多重 那什么叫多重呢 如果我要显示ABCD的话 那当然这个地方 如果你像这边只有六个学生 如果这边有六十六百六千 甚至大数据可能到六百万都有可能 六千万都有可能 那你怎么办呢 你不可能说哥哥慢慢弄吧 所以呢你需要做多重的逻辑判断 那怎么样做多重判断 我的逻辑是 如果它是大于等于八十的话 那就是A 大于等于七十的话就是B 大于等于六十就是C 反之就是D 就是ABCD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 把游标先放在 一样是G2储存格 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样是逻辑 这边我们用if 不过这里 它没有所谓的多重逻辑的判断 所以呢如果说我要做多重逻辑的话 一先告诉他说 如果成绩假如是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八十的话 刚刚是大于等于六十 现在先从八十开始 那如果这个条件为处的话呢 那就是A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B C D 还有三个 可是问题来了 一个格子里面 你不可能放三个嘛 怎么办呢 请注意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逻辑 请你在点选这边的时候 再点选 这个前面有一个什么呢 特别注意 如果你还要在 这个公式里面 再加第二个if的话 请记得 请你不要从这边 请你从前面这边有个箭头 再去找到一幅 游标先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这个格子里面 再插入一个一幅 那第二个的话 一样把平均成绩 如果大于等于什么 七十分 再做一次 那如果条件为处的话呢 就是B 反之的话呢 就是C 可是C跟D 两种 所以呢你再来一次 点这边一下 一幅 那这边如果 平均成绩如果大于等于六十的话 那就是C 反之的话呢 就是D 所以你就最后一个D了 没有了 OK 也就是说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是在if里面 再加if 再加if 总共的话呢 会有三个if 做出了一个多重的判断 OK 所以最后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向下填满 我把它自重一下 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呢 有没有 自动的话 会帮我把 这个多重的逻辑 全部做完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关键特别注意就是 先大于等于80 A 反之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BCD BCD 里面呢 还可以再做一幅 总共的话 有四个逻辑 四个输出结果 但是你这边会用到三个 给三个if 那这里我想各位 试一下 把那个画面 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多重逻辑的部分 哦 多重逻辑的部分